习近平访门朝鲜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索马里首都遭汽车炸弹袭击 指十死二十六伤 印度多地区遭热浪侵袭 近百人死亡 披富筹款被指炫富 情真意切的求助信息背后 真是走投无路了吗 边求助边炫富底线何在 被滥用的爱心伤害了谁 如何才能让陌生人的爱心不被辜负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 本期瞭望平辨天下 为您梳理一周要闻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 这里是瞭望平辨天下 咱们先来看看本周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瞬间 这是六月二十号 朝鲜民众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 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天习近平从专机抵达平壤 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 并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徐主陪同下 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大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 六月十五号 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人们从汽车炸弹袭击损坏的房屋中清理物品 当天一辆载油检易爆炸装置的汽车 在索马里议会大楼附近一个安全检查站爆炸 造成十人死亡 二十六人受伤 六月十七号 镜头记录下了一个小男孩 用罐子接水浇身来降温 当天印度北部哈尔邦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该地区已有至少78人因热浪而丧命 印度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近段时间以来 印度多地气温超过48摄氏度 一些地区甚至达到50.8摄氏度 接近51摄氏度的历史最高记录 当地政府已下令学校停课至6月22号 这两年很多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那到底什么是社会信用体系 它又能用来干嘛呢 本周《两网周刊》详细介绍了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意义 作用和中国在当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所取得的成绩 以及未来我们还要面临哪些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经连通了44个部门 所有省区市和70多家市场机构汇集各类信息近370亿条 累计有411万失信被执行人 在信用承接的约束下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 尽管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但目前因为对失信承接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制 在社会治理 行业监管等方面 失信高发 频发的这种态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一些专家建议说 建立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 让信用价值通过交易直接体现 进而解决各自为政 立法迟滞等问题 本周财经国家周刊关注的是燃料电池汽车 说到燃料电池汽车 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 截至2018年 中国累计销售出去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也才不过3500辆 而氢燃料电池汽车 已经是中国燃料电池汽车的主流类型了 为什么作为中国新能源电车的三大主力之一 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相对落后 那又该如何来加速呢 专题就回顾了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指出成本居高不下 制约了燃料电汽汽车的发展 专题还介绍了国外在发展燃料电汽汽车方面的先进经验 指出相比纯电动汽车 目前中国的燃料电汽汽车在研发的支持 政策扶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 缺乏统一完善的标准 必须通过顶层设计来进行推动 刚才我们说到信用 在当下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那么该怎么来用好我们的信用呢 最近杭州有个女孩通过网络众筹平台公开募捐 称父亲患了癌症继续治疗需要费用 于是不少热心的网友慷慨解囊 但随后就有网友发现 这个女孩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炫富 舆论一片哗然 那么公开募捐底线到底在哪 我们又该如何来慎代公众的爱心呢 老公订了辆跑车说是给我买的 婆婆听闻立马说 我连买个西瓜都舍不得 开五十万的车穿上万的雕 不舍得买西瓜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了吧 当你看到这样的炫富铁石 很难把他和需要社会捐款的求助者 画上等号 就在他发出这条微博的一个月前 五月十号 他通过水滴筹公开募集善款 并以他父亲的口吻 讲述了被确诊为胃癌的过程 检查报告的出去时间为五月九号 也就是该女子发起筹款的前一天 但报告显示患者尚未被确诊 患有胃癌 这是诈骗行为 消费大众爱心的 必须严惩 诚信缺失 以后别人真的需要众筹的时候就困难了 这种众筹应该落实真实情况 不要谁都可以随意发起捐款 消费爱心 只是退款就够了吗 朋友圈里一个前同事父亲癌症众筹 私包给他一百块钱 一段时间之后 看他开的车子比我好 他吃得起燕窝 我吃不起 他出去旅游 我去不起 真不知道 我哪里来的自信给人家捐钱 该女子边求助边炫富的行为 引来声讨声不断 与此同时 人们发现 就在六月三号 该女子以几等钱 续缴医院费用为由 提取了筹到的全部款项 共计八千五百四十七元 那么边炫富边求助 到底伤害了谁 退还善款 是否就能抚慰捐款人受伤的心 今天这条新闻 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公益时报新闻部副主任 王勇 王主任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赵九霄 九霄好 大家好 小新闻九霄 这个事你看从女孩 被发现微博上炫富到 女孩还回应过一次说 她父亲是符合这个筹款的资格的 然后再到最后女孩表示愿意退钱 你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看出什么问题来 在这个事件当中 先说求助者 这个女孩的父亲生病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还未尝可知 大家突然发现 这个责任本来是她应该能够承担的 而且她也有能力去承担的责任 却轻易地甩给了那些爱心的奉献者 我们就会觉得 是不是善意被欺骗了 我们的爱心是不是被透支了 这个女孩和作为我们普通人观念的不同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会觉得 我们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去进行求助呢 一般来说是山穷水尽 家里能卖的卖 能愁的愁 亲戚朋友能借的借 已经都借完了 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去互联网上发出求助的信息 但是对这个女孩来说呢 她觉得我有困难 她的第一反应 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是可以去求助的 这两种认知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矛盾 而目前来说 普通人更认可山穷水尽才能去求助 并不认可这个女孩的这种想法 就造成了大家感觉受骗了 就导致了这种网上的舆论汹汹 批判这个女孩的行为 王主任 其实这里面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词 有众筹 有网络募捐 这些词是不是我们随便可以用的 还是说他们之间是有严格区分的 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混用 但是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是不可以混用的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女孩的故事 就是在互联网上进行个人求助 它实际上是我们普通公众 如果你捐钱来的话 是你和她个人之间的民事关系 募捐 个人是没有资格在互联网上进行募捐的 它必须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 才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募捐 然后说到平台 大家比较熟悉的各种仇 它实际上是个人求助平台 它并不是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 个人发起的求助 在我们普通公众的心里 我把钱无偿的给了对方 大家或许觉得这个是一种慈善 是一种宣赠 但在法律体系上它不是捐赠 它是赠予 就是相当于我把 比如说我把我的房子 赠予了某一个我的亲戚 是一种赠予关系 例如这个女孩的这个故事 他在平台上上传了 类似于身份证 银行收款账户和病例 但这些东西不是虚假的 他就没有主观的去进行诈骗 至于我们说他有房也好 有车也好 或者有其他的这些 我们只能说他并没有在平台上提供 但他并不存在这种骗的嫌疑 就在杭州女子被指疑似乍捐的一个多月前 德云社相声演员吴贺臣因突发脑出血 接受手术治疗 其家人同样通过水滴筹向社会求助 希望募集善款一百万 随后有网友质疑 吴贺臣在北京有两套房一辆车 脑出血一类的疾病也可以享受医保 为何要众筹一百万 也有网友发现 吴贺臣4月8号患病 他的妻子却晒出两部4月11号上市的 某品牌最新款手机 更是让许多网友唏嘘不已 尽管吴贺臣的家人解释称 两套房都是公租房无法出售 家中有瘫痪病人 车也不能卖 并表示愿意关闭筹款 将已经筹到的钱直接划入医院账户 但风波仍未平息 如果在自己能力范围里 为什么让别人为你的不幸买单 既然不能卖车 那就开车来回医院 为何要租房 既然租房 为何不能卖车 既然请护工 为何女方不能外出工作 既然不工作 为何又要请护工 突然想起上学时 班级里住别墅开跑车 爸爸开度假村的孩子 拿出了一张贫困证明 每个月拿着国家补助 不愿意降低自己生活水平 给家人治病 还在网上阵阵有词 觉得自己伴儿有理呢 网友还得替他把租房和护工钱付了 众筹的不应该是医疗费用吗 针对网友质疑 水滴筹回应称 只要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平台没有硬性规定 有车有房就不能发起筹款 据了解 目前通过水滴筹筹款 需要提供五部分材料 一 发起人信息 二 患者信息 三 收款人信息 四 医疗证明材料 五 增信材料补充 在提交基本信息后 APP可自动生成一部分求助说明 除介绍筹款人基本信息外 还有一些渲染悲伤情绪的句子 比如我真的很想活下去 收到每一分钱 都是我活下去的一份希望 我的人生不应该就这样匆匆结束等等 另外 平台倡导 但不强制筹款人 提供个人的财产证明等材料 筹款人可以在提供增信材料时 自行决定是否补充这部分资料 我感觉其实吧 平台又监管不到位那么多人 其实也可以理解 但是反正主要还是看自己 看自己的良心 对于我来说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真的去帮助人家 就是做什么事 就是当时自己的 就是比较了解的实际情况的话 就觉得自己的一份心意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自己家里面已经达到了那种 想方设法 就一个人附近 已经都没办法的情况下 才会 才找那个 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报告 去帮忙去 去筹这些财息 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互联网众筹平台 对受住者的车产 房产 存款等家庭经济情况 普遍缺买合法有效的核实途径 而如何确定治疗费用 如何监管筹款用途 更是难点所在 那么对具体的捐款细则 如何建立社会共识 该由谁来补上 网络慈善的诚信空白 前一段时间 德运社的相声演员 吴贺辰 他患病之后 然后家人也是通过这种平台 发起了这种求助 酒消 但是后续也引发了一对事 你觉得这个当时 大家争论的焦点 主要是在哪 我觉得大家其实想说一点 就是我看到所有大家的 一个讨论的焦点 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相声演员 是不是家里有车有房 或者简单的说 是不是家有余粮 其实并不重要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情况 告诉大家了 然后让每一个 想去帮助你的人 掌握这个真实的信息 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的话 那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有意的 或者无意的 隐瞒这个真实状况的话 准确的说应该叫如实 并且没有隐瞒 没有隐瞒的 对 因为大家会判断 我知道你那个房 是公租房 不能转让的 你那个车呢 是专门要拉着病人 去做透析的 去做这个治疗的 那也可能也不能变 也不能变现 然后北京的生活状况 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就会基于你提供的真实情况 做出最后的一个判断 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 我觉得 实际上吴克成这个事 引发舆情之后 有一个统计 就是他求助以后 在平台上给他捐钱的 这些人当中 其实明确提出要求退款的 站的比例并不是特别大 也就是说大家对 他的所说的这种 家里的房和车的情况 大家是可以给予理解的 对 这种理解其实是建立在 一种共情的基础上 就像之后 他的妻子解释的那些东西一样 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并不是说有车有房 遇到大病的时候 就一定很容易解决 这个大病的问题 因为这大病的救治 往往它是突发 而且是需要的资金量特别大 对 这时候其实因为身边有这种案例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求助者有这种担心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有这种担心 你就特意的隐瞒这些信息 这样反而会产生舆论风波 倒过来实际上就不逆于你的求助 就我所知 就现在这些平台 虽然没有印象要求 但他们签署了一个自律公约 就是他可以要求求助人 提供相关的信息 并承诺这些信息是真实的 求助者可以不提供 但求助者不提供 他的可信度自然就降低 那么大家就不会捐那么多钱 求助者如果提供 并且承诺他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 当网友或者其他人 发现他提供的这些东西 就是平台也许没有核查出来 但他身边的人 其他的网友 一旦发现他求助时提供的信息 和他的真实信息是有不同的情况下 这就存在诈骗的嫌疑了 这就可以追究求助者的相关的责任了 2016年9月1号 中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 从此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有了第一部专门性法律 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管理日渐规范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一些互联网众筹平台 渐渐成为求助信息的集散地 个人和慈善组织都可以通过平台发布求助信息 根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 2018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 发布募捐信息2.1万条 吸引超过84.6亿人次参与 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 同比增长26.8% 然而诸多有争议的公共事件 让互联网上集聚起来的善意和信任 被慢慢透支 2016年深圳媒体人卢尔 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女儿发文筹款 最后却被爆出 卢尔本人名下有三套房产 同年多名网络主播被指 在四川梁山遗族自治州 某农村做伪慈善 直播结束后就收回捐款 甚至为增加效果往孩子脸上抹泥 事实上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较早的发达国家 针对公开募捐的监管权限 信息披露和惩罚措施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 日本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这也催生了日本发达的慈善行业 为应对互联网和实体金融账户的转账发生的欺诈案件 日本有欺诈救急法和限制冻结犯罪使用存款账户的法律 来保护受到欺诈的民众 并且日本也多次在各个网站通知民众 必须要通过专门的机构发送捐款 还要确保转账的账户是该机构的合法账户 如果有任何怀疑点都要及时咨询警察 加拿大募捐与税务挂钩 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个人募捐 都享受一定程度的税费减免 因此捐赠者都很在意索取捐赠凭据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慈善组织的谋利行为 加拿大有慈善账户法 安省检察厅设有公共监管人和委员专门小组 负责调查慈善组织和非慈善机构 募集到的慈善资产有没有用到指定用途 欧洲使用的这个平台之一 就是美国的一家互联网新创公司 叫做GoFundMe 过去九年欧洲对其使用增长了两倍 不仅慈善机构在利用数字平台 个人也可以通过新技术的发展 很轻松的在社交媒体发起和接受捐款 欧洲因为贫困和伤病要求公开捐资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这个整体公开募捐的三分之一 那其他呢还有一些 比如有些人因为这个毕业仪式公开募捐 然后有的人因为家里这个猫和狗生病了 想要来一个重处的项目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英国有人说 我想希望英国重新回到欧盟 我就这个问题发起一个募捐 数据在爱尔兰几乎每十个人中 就有一个使用过这个GoFundMe这个平台 发起过这个募捐 但是在这个平台上我发现它这个有些数额 它是非常的小 它有的只需要三千欧或者是五千欧 那幻者人民币就是两万到四万左右 所以平台有个团队来核实 你是不是符合 价捐所不符合的情况大概是低于千分之一的 以及其网络榨捐骗捐事件 一次次挑战着网络募捐的诚信底线 如何建立更加完备的制度规范 去化解网络募捐的诚信危机 让诚信真正成为诚信者的通行证呢 不管是公益组织还是我们这种个人求助 其实都是社会的一种爱心 你觉得我们怎么能够不让这种爱心 或者大家心里的这种 我们做好事做上事 这种心不被浪费 任何一个有爱心的人 他不会在乎我在什么平台里面 哪怕是在朋友圈里面 我其实都愿意不求回报的去付出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新生事物 这个互联网的求助平台也把 或者叫互联网的这个慈善公益 他的确可能发展太快 比如说我们这个现有的慈善法当中 对他的信息核查 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则的界定 然后他有什么样的责任的承担 或者说再往下 他的这个现金的提取 叫支取的这个效率 是不是像他宣称的那么大 这两年的互联网公益 或者互联网募针中出现这些事情 恰好证明了平台也许发现不了的事情 那其他的网友会发现 通过网友通过平台 通过社会的共同监督 这其实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是通过我们之间互相的监督 可以达成一个更有效的 一个监管的效率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 作为我们普通公众 要做出一个选择 我们的爱心交付给谁 如果你觉得 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这种 我把钱可以直接给到个人求助者 这种方式比较好 那么你就可以继续采用这种渠道 但是如果你觉得互联网信息比较混杂 你个人能够支持你的资源也好 你的支持技能也好 包括你的精力也好 并不能保证你去经常的去 核实去了解这些信息 那么我建议你把钱捐给慈善组织 因为慈善组织它可以专业的去做这些工作 我实际上看到一点互联网公益 它应该跟以往的实体公益一样 把这个公开和透明 一定要进行到底 然后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业监督 自我监督 加上互联网所特有的那个自尽能力 就是我说的互联网的那种社会监督能力 我觉得互联网的那种开放和创新 和公益事业本身的那个社会责任 它就能结合得很好 因为所有的爱心都是值得托付 不应该被辜负的 每一个普通的人看到了求助的信息 我们个人该依靠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 捐还是不捐呢 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话 应该建立一个意识 即奉献爱心并不仅仅靠感动 奉献爱心也是一个专业的事 在了解的基础上才会有理性的捐赠 即便是在朋友圈里面说的天花 是我的小学同学 是我大学同门同学 隔壁的那个邻居家的小姨子 我们其实都应该稍微的冷静一点 因为你你这个指尖滑动的那一刹那 稍微的停退一点 你的爱心不会轻易的浪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